那我现在我想要 请学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假设现在我做110年 我就要去存成110年 这样很麻烦 所以我把现在这个档案先关掉 然后重新打开 你看一下 这唯一里面有记录的 是不是就是这一格叫做J1 对不起我要看01到12月 你看这边是不是J1 J2 J2储存格 它里面记录这个110年 对我就是要这个110年 好那怎么样可以抓到这110年 因为我不希望每次都去赶这个110 所以我接下来呢 我就想要去找到 找到就是这几个字 例如说 例如说我就抓从左边主观 就是J1这一格的值 可是我去抓是中华民国110 也就是我要抓7个字 怎么抓呢 好 然后到时候我就把它直接写进去 好 写成我的档案里面的那个名 我就不用每次在那边都改这个名称 所以怎么去做这件事 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编辑 那首先你要知道 这个取得这个资料 取得这个J2储存格的内容 它不可以写到回圈里面 它不可以写到连续执行里面 因为你记不记得 我们这边会做什么 清除标准标题的格式 然后再删除第一列第二列 我写在这里面 到时候你抓的J2 就不是那个中华民国110年 所以我要写在这个外面 写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写第13 13 我要做什么 那个自动取得年 就是写年的变数 那如果我成功的写出年的变数 我就可以每次不用手动再输入这个110 太麻烦了 所以这一招一定要把它取回 假设我把这个年的变数 叫做JY 那JY等于什么呢 首先我就是哪一格的值 就是Range J2 这刚刚我们有看到里面的值 因为它有很多种像Select 还有Value 这个Value 就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会抓到那个Range的值 那可是如果我只想要去抓 就是前面七个字 因为到时候呢 我在抓第二个档案的时候 他其实啊 他还是只认识到前面这个中华民国110年01月 好 因为我在执行02的时候 他在做重复执行嘛 所以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记录起来的JY 还是中华民国110年01月 所以呢 你不可以抓全部 你只能抓前面七个字 所以前面七个字 那我们就用Left 我想这可能应该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函数 取部分文字 可以用Left Right Middle 来去取 然后接下来 内容 哪一个内容呢 就是J2储存格的内容 然后我要取 从左边取七个字 好 这就是JY的变数 那接下来 我必须要知道说 这个 这边这个110就要改写变成JY咯 那你应该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后面还有一个下底线啊 所以你这个JY变数啊 你就必须要再多写M的再加下底线 它其实就是粘在一起 也就是现在它会变成中华民国110 这就是取七个字 然后下底线 因为我重点只要那个 重点我只要110 其实最好是这样子了 就是说我右边再取三个字 好 当然这样就刚好就就没有中华民国四个字了 那好吧我之后再继续写Write Write什么呢 好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找出 就是先找 这个部分是找出中华民国110 那右边数过来三个字 那就是110 然后M的下底线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可以把 这个110 是不是变成什么 JY 好 所以 JY 那你要知道这是变数 变数不可以加 2撇 所以呢 要把2撇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 前面是文字 文字加这个变数 中间一定要有一个end end 这个110 下底线 然后再end 好 那 我个人的习惯是这样的 所以 现在有多做了一个第几个步骤 这是第13个步骤 13 就是写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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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写写 好,那这个句集就暂时写到这个地方